这是一间幽暗狭小的密室 出人意料的是 就在厚厚的见感下 他们发现了一个白色的面具 一个象征死亡的骷髅形的纸质面具 在丧传佛教仪式中 有个表现生死轮回的奇特舞蹈 骷髅面具就是其中最关键的道具 它的寓意就是死亡 这个面具当时在这个镜业下面 因为长时间存放 它已经破損了 当时也是把它作为一件 普通的一个宗教遗物来对待 就把它采集回去了 那天夜里 张建林对骨骼失落之谜的探索 终于迎来最关键的转机 面具的眼窝和牙齿还透着淡淡的血色 而真正的玄机却藏在面具的背面 这一看就会发现这个 它那个破损的地方 特别是它那个面具的内侧 就在里边 里边凹进去那部分 全部是用纸糊起来的 这个纸上出现的是 不是藏文也不是汉文 它是一种西方文字 但是明显一看 它不是英语的文字 这是一条无比神秘的线索 那么后来我们在北京 整理这批资料的时候 就把这件面具带到北京去了 当时在北京柳银街 有一个这个 中国天主教爱委会 这位姓徒的主教 接待我的 后来他就把那件东西 就留下来 留下来以后 他们在那儿做了研究 过了几天我去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这是葡萄牙文的圣经 一个死亡面具 一段葡萄牙文写旧的圣经 传说中骨骼王国 与基督教的联系 竟以如此匪夷所思的方式 出现了 但是沿着这条线索 张建林找到的 却是另一个 出人意料的答案 一个关于骨骼崩溃之谜的谜底 在这里 古代西藏与西方世界 第一次短暂接触 仅仅六年 古老的骨骼王国 便走到了崩溃边缘 根据欧洲教会残留的记录 传教师的名字叫安德拉德 早在1580年 二十出头的安德拉德 就从葡萄牙来到印度 从事传教工作 从那时起 他就把自己的经历 都记了下来 与当时的许多传教士一样 安德拉德也被骨骼王国 信仰基督教的传说 牢牢吸引着 那是一个对教会意义非凡的重要信息 为证实神秘非地的存在 1624年 44岁的安德拉德 依然踏上了翻越喜马拉雅的旅程 尽管在印度与骨骼之间 确实曾经存在过一条古老的贸易通道 但是安德拉德的探险 却从一开始就遭遇了致命挫折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探险才刚刚开始 想到就已经逃走 我们不得不一边探陆 一边前行 整个旅程就像没有尽头的噩梦 我们只能在白天看 夜里就睡在雪地里 因为无法生活 我们已经整整三天 没喝过一口热水 每天还愿意受口吐和缺水的症状 我的身体渐渐失去了知识 双眼也因白血的刺激几乎失眠 我的两位同班对我说 如果没有我 他们一步也不愿走 整整两个月 他们挣扎在迷路 洞伤 血亡和高原病的折磨之下 终于在八月的这一天 他们摆脱厄运的纠缠 走进了骨骼王国 神秘的将预 这是位于西藏最西端的荒芜高原 环境严酷 不适宜人类居住 鲜为人知的事 就在这块险恶的荒芜中 神秘的骨骼王国已经营了整整七百年 而王国的历史却源自一千七百公里之外的拉萨 他的起因就是发生在吐蕃宫廷中的权力耕顶 以此为夺权而展开的谋杀 在拉萨 新登基的吐蕃王达玛 很快便与势力强大的喇嘛集团 展开了西面文的权力争夺 紧接着残酷的叛戏战争开始了 为巩固王权 达玛立即下令驱逐了所有僧侣 短短两年 曾经遍及西藏的佛教 几乎销声匿迹 但是权力争斗并未终结 公元八百六十四年 随着吐蕃王达玛死在刺客的剑下 曾经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瞬间崩溃 其间吐蕃王朝后裔中的一只开始辗转向西逃亡 他们长途跋涉 来到了高原中最平级的一角 在河谷中 在河谷中他们建起了一个新的王国 这就是骨骼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遥远偏僻的骨骼王国成了藏传佛教唯一的藏身地 随着时间流逝 佛教不仅在这里得到复兴 而且还发展出不同的流派 重新传遍了整个西藏 不过 随着骷髅面具的出现 关于骨骼最后岁月的历史 即将彻底改写 在三百年前的那个夏天 对骨骼真实历史一无所知的 葡萄牙传教士安德拉德 终于抵达骨骼的都城扎不让 那是传说与现实即将遭遇的奇妙时刻 在骨骼 权力的核心就位于扎不让山顶的王宫里 而通往权力之巅的唯一道路 就是这条道无峭的岸道 在王城的最高处 有一个很大的房间 张建林相信 这里应该就是骨骼王讨论国事 接见贵宾的重要场所 三百年前 当安德拉德抵达的时候 他应该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骨骼王 那是一个神经紧绷的时刻 由于历史上频繁爆发的战乱 骨骼阁对外来者总是充满疑据 国王接近了我们 担任翻译的是位不怀好意的 克什比尔穆斯林 国王的名字叫赤扎西查巴德 站在一旁的将军 正是军队的统帅 那是西藏与西方世界的首次接触 直到这时 安德拉德才彻底明白 这里举国上下信仰的并不是基督教 而是令他倍感陌生的藏传佛教 就是当时在这个 在整个魏藏地区 已经普遍流行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权 那么在骨骼一直到 十七世纪的时候 没有实行这种政教合一 这种这么一种政体 国王在这个王国里边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为博德国王的好感 安德拉德恭敬地献上了礼物 根据他的描述 国王似乎很快被他们的礼物吸引住了 会见即将结束时 古格王甚至还答应了他的一个请求 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这里传播天主教 在古格 安德拉德受到的礼遇还不止于此 在日记中 他曾经提到一次 与王室外出狩猎的经历 那天夜里其他所有的宾客都被聚之门外 只有我和我的同伴受到了邀请 能与国王和王后彻夜畅谈 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 就在这样一个古老的佛教王国里 古格的最高统治者 同样信仰佛教的古格王 似乎从一开始就与他的兄弟 那位喇嘛首领之间 有了不同的看法 冥冥中 古格王与他的兄弟 王权与神权之间 似乎有道裂痕正在献献 那么这个时候 在紫围藏地区广泛 实行的这本宗教合一的政权体制 肯定会对古格王国的僧侣集团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他们也想既作为精神领袖 又作为这个政权的领袖 这个僧侣集团的这个首领 国王的弟弟 也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 这样的话就会使国王产生 有种威胁感 或许早在传教室抵达古格之前 古格王就一直在寻找 改变现状的办法 随着安德拉德的出现 一个阻止甚至打压 喇嘛集团迅速扩张的时机 到来了 那么他就抓住了这个 西方传教士进入古格 进行传教的这么一个机会 想利用外来的一个宗教 来压制他这个喇嘛集团的 这种势力的扩张 这一天 安德拉德不顾喇嘛的阻拦 毅然走进了一座阴森的小屋 这是一间废弃了很久的屋子 根据喇嘛的说法 任何进入者都将受到魔鬼的伤害 安德拉德身居鬼屋 却平安无事的经历 很快就成了国王取笑喇嘛的新画兵 当时甚至连国王的兄弟 那位宗教领袖 也遭到了当众羞辱 1625年 安德拉德又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 因为不堪邻国的骚扰 古格军队即将出征应战 在国王的授权下 以往由喇嘛操办的出征祈祷 第一次交给了安德拉德来主持 经过一个半月的征战 五个军队终于打败了入侵者 这一角合 让安德拉德的胜罢第一次达到了第一点 此后不久 安德拉德又迎来了第一位最高的一位 狐狸症 古格军队 据说此前 安德拉德已经成功守护的古格军队 不再迎娶第二位妻子 而故意提到叫就是王后的回望 凭着一关的机敏和好运 安德拉德在往事中的影响力 越发地扩大了 一切似乎都朝着期待的方向在发展 但是 随着酷寒动静的降令 安德拉德渐渐体会到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两年间只有十二个人接触了洗礼 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王室 而在同一时期 他却在自己的竞争对手 喇嘛集团那里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近在一天之内 他就亲眼看到 有一百三十位年轻人应征走进寺院 当上了新喇嘛 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信号 国王借助安德拉德打压喇嘛集团扩张势力的希望 落空了 寺院里边喇嘛人数的增多 已经超出了他这个国家人口所能够允许的这个限度 因为古王国生存的七百年之间 这个外来的威胁是一直不断的 他和外外的战争 大大小小的这种战争也是不断的 赠人数量过多 你对这个劳动力也好 对你这个军队里边战斗力也好 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终于国王对他的兄弟那位喇嘛首领 即将失去耐心 整个王国都陷入了政治动荡的阴影之中 1627年 就在安德拉德抵达的第四年 国王彻底放弃了对喇嘛的宽容政策 他的兄弟那位喇嘛首领 立刻被剥夺了全部的庄园租税 紧接着行动升级 国王派出的军队在整个王国 展开了强制喇嘛 短俗的行动 短短两年后 国王与他的兄弟便走到了最后摊牌的关键时刻 1630年的春天 高原中的骨骼格外寒冷肃杀 恰在这时 为招募更多的传教士前往骨骼传教 安德拉德匆匆返回了印度 已过状元的国王 赤扎西查巴德已忽然间莫名的病倒了 冥冥中所有的一切都抵达了危险的临界点 一股可怕的祸水很快就将冲出城堡 淹没整个王国 那天夜里或许是嗅到了自己的机会 王帝把最后的赌博付诸行动 伸出血域的骨骼王国 就这样迎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在王城边缘的峭壁上 有一个阴森的洞穴 里面潮湿阴暗 空气中至今仍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死亡气味 地面上层层跌跌 凌乱地堆放着大量的尸体和遗骨 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 应该存放的这个数量应该是三四十个 三四十个个体 再一个它这个放进去的时候 有些是被捆绑起来 确实被捆绑起来 而且也有一些这个头部的一些残块 这是储藏失败的洞穴 据说他们就是当年的骨骼军队 是被消去头颅之后抛弃于此 由于喜马拉雅的阻隔 战乱的消息直到第二年才传到印度 事后安德拉德在给教会的报告中 曾对那场毁灭了整个王国的战争 进行了描述 这也是我们所能找到的 关于那场战争的唯一记录 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行动 喜马拉雅山中几处反对国王的降丽 紧接着数千名对国王不满的喇嘛 直接加入叛乱 一些实力较强的将军 也相继倒戈 中文字幕 杨栋梁 在肩负的城堡内,终于国王的军民做出了强力回击。 但是,当胜利在望之际,五个僧人的援军赶到了。 这是一支来自邻国拉达克的庞大军队。 整个战区随之逆转,孤岛般的王城献力绝技。 那是一次异常残酷的战争。 在骨骼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最后时刻深陷困境的骨骼王,引不忍百姓遭受战争的蹂躏,带着王后来到了城头。 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死亡来换取和平。 这或许是骨骼民众对骨骼王所能寄托的最美好的一种猜想。 不过,根据安德拉德的记录,当时的情况要残酷地固。 依靠王城的险要地势,当时的国王仍可坚守城堡。 但是在喇嘛的劝输和鼓动下,国王却错误地接受了停战义和的建议。 最后,走出城堡的国王遭到出卖,并被押送到了拉达克的首都列城。 风雨飘摇的骨骼就这样失去了最后的和解机会。 失去国王之后,忠于国王的军队仍然进行了顽强抵抗。 然而,随着都城的陷落,整个王国都落入了拉达克军队的手中。 四年后,对骨骼依然念念不忘的安德拉德也走到了自己的终点。 他是被人毒死的,然而是谁下的毒却至今沉迷。